以前有錄製2012年開始到2016年 用季線來回操作的一個報表的績效 那剛好今天閒來無視想說可以看一下說 季線洗盤的次數的統計 那我的季線一樣4.6 14線為標準 我就直接把之前統計的數據就是一一的把它比對下來 那這個統計的意思是說可能我會經過連續幾次的 損失之後才開始賺錢 那我會發現說 2012年2012年的話洗盤次數是兩次 然後2013年是8次 然後2014年的話是兩次 2015年跟2016年的洗盤次數是7次 所以如果我們單以以這5年來說的話 最高的次數是8次 也就是連續可能會有8次以上的虧損 你才會獲利喔 如果你用季線的方式 那所以自己要在資金控管上要特別的注意一下 我會覺得有8次的售罄 這個時間可以按照 大家可以按照 謝謝